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去被綁架女子的房子外 但卻都沒有進門檢查 另外我們也掌握到 警方在祖賢家中搜證 現在發現了用來圈綁被害人的 鐵鏈 膠帶 還有繃帶 被害人是長時間的哀餓 也曾經因為毆打 或者是營養不良 導致流產了 好 在... 正經全美的克里夫蘭綁架案 凶手雖然已經落網 但是有許多疑暈才正在慢慢揭曉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三名女子被囚禁期間 遭到鐵鏈和膠帶捆綁 很可能都遭到嚴重性侵 並且數度因為懷孕 遭到兇嫌痛殴 因而一再流產 警方正在案發現場密集搜索 希望能夠找到證明 上述罪刑的血跡 遺骸或其他證物 現在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隨著被瑞一塊獲救的 一名六歲女童 就是遭到嫌犯卡斯楚三兄弟 其中一人性侵而生 謝天謝地 要不是嫌犯的鄰居藍姆希 聽到屋內有人呼救 三名女子的噩夢 恐怕還沒辦法落幕 雖然嫌犯的其他街坊鄰居 偶爾也感覺到 囚禁三名女子的房子裡 似乎不太尋常 但是大家都不愛多管閒事 案發之後都懊悔自己 怎麼沒像藍姆希那樣機靈 成為真正的救人英雄 鄰居的疏忽情有可原 但是警方的大意 現在卻開始被拿出來監討 因為三名女子失蹤的地點 都非常接近 離卡斯楚囚禁他們的房子 也不過幾個街區的距離而已 其中一名受害人德黑色絲 甚至還是卡斯楚女兒的同學 如此清楚的地緣關係 卻沒能讓案情偵辦有所進展 讓人質疑當地警方是辦事不力 三名重獲親生的女子 都和家人重新團圓了 只盼案情進一步水落石出 還受害人失去的青春 一個公道 UDN TV 瘡寒編譯 在美國女性同胞的安危 要更提高警覺了 不只是你周遭可能會潛藏危險 就連美國軍人的犯罪率也提高了 我們看到紐約時報 五角大廈最新的資料指出 軍方人員2012年涉嫌性犯罪案 比率暴增了三成七 再加上日前呢 空軍遏止性侵犯計劃的主導軍官 竟然對平民女性伸出弦豬手 遭到逮捕 引發了華府方面的高度關注 總統歐巴馬更是暴怒 說絕對不容忍軍方成員 涉及性暴力 只要被發現涉嫌的軍官 都將面臨軍閥審判 好 我們在北韓來看到的是 國際先鋒論壇報 在北韓持續的忽略大陸方面 針對使用核武的警告之後 現在大陸終於做出回應了 大陸一改姑息的態度 罕見跟進來對北韓 做出了經濟制裁行動 根據國際先鋒論壇報的報導 就說了 中國銀行從7號開始 凍結對北韓銀行的交易 這也恐怕會對金正恩的政權 帶來經濟上更嚴重的打擊 中國大陸最大的外貿銀行 中國銀行7號發表簡短聲明 宣布關閉北韓國營外貿銀行的賬戶 並終止該賬戶所有的交易行為 由於外貿銀行過去一直是北韓政府 研發核武重要的資金來源之一 而中國大陸又是北韓最重要的盟友 和貿易夥伴 因此這次關閉賬戶 也被外界視為是中國大陸 終於願意配合國際社會制裁北韓 對此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8號也表示 很樂意看到中國大陸對北韓進行制裁 今年3月美國率先關閉北韓的外匯賬戶 日本和澳洲也先後跟進 現在連中國大陸都加入制裁的行列 預料將對北韓後續的核能研發計畫 造成嚴重的打擊 由DNTV鄧志祥編譯 財經消息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 美國股市7號是全面收紅 三大指數齊升上揚 其中道琼工業指數和標普500 更是雙雙打破了盤中歷史新高 道琼工業指數在中盤 更是首度的突破15000點大關 收在150056.20點 好